這個 W6 B2 題 好 當然這就是給你 log 啦 讓你直接求他的答案是多少 那這個公司給你的建議是這樣子的 你把它寫在旁邊 就是這個剛才講到的 如果告訴你說是 log A B 的 m 次方 這個次方可以移到前面去變成 m 倍的 log A B 用這個方法去算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第一題怎麼寫第一題 他等於 log 十的幾次方法 五次方法對不對 所以他等於多少 他等於五倍的 log 十 那這個其實是怎樣 log 十 十 啊 log 十是誰 就是一 所以答案就是 五 會啦 後面就一次配推 所以第二題我們可以選快一點 他等於多少 log 十的幾次方 他是倒數喔 所以應該十的 負四次方對不對 所以要等於 負四 log 十 那就是多少 負四 OK 好 現在應該很簡單 第四題可以選擇 第三題也應該很簡單 log 三次根號十可以怎麼換 他等於 log 應該是三分之一次方 因為根號的話 如果三次根號指的是我的次方是呈現的是分數的形式 所以要等於 三分之一的 log 三分之一的 log 十 那就是一嘛 就等於 三分之一 OK 好 最能的應該是第四個啦 第四個 log 100 根號是怎麼辦 他等於 log 100 就等於 10 的 2 次方 乘上 10 的多少 好 剛號 10 就是 2 分之一次方的意思 然後相乘代表什麼意思 相加 所以要等於 log 10 的 2 加 2 分之一 就等於 2 分之五 所以要等於 2 分之五的 log 10 對不對 啊如果 10 是多少 不是 1 嘛 好 所以答案就算數 答案就是 2 分之五 OK 那我們是你的答案 看一下